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一只巨大的鸟在俯冲时的形状一样 它采用的颜色基调是蓝白设计 看上去还是很讨人喜欢的 这款飞机摒弃了传统的客机形状 传统的客机是以中间圆筒中的机身载人 而这款飞机不要传统飞机的圆筒机身 向两边机翼向后拉 V型飞机内部装备也改变了不少 机翼加后将燃料货物存放于机翼中 内部安排了314个座位 在客森下方有160平米的货物空间 这并没有和传统客机有什么太大的出入 让乘客坐在机翼上 拍摄窗外的万里高空也不错 这样的想法是很有创意的 这款V型飞机整体的设计 大大减轻了飞机的重量 改变飞行的承重 能减少整个飞行过程的油耗 它的V型外表还提高了飞机的生力 减少它受到空气阻力 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提升V型飞机的速度 它保证了高载客量的同时 还能节省20%的燃料 这是一款经济实惠的飞机 而且这款飞机在原始的跑道上就可以使用 所以不用再耗费资金去修建新的跑道 可以说这款飞机建成后 投入使用也花费不了多少钱 这款飞机的意义在于 它可以推进整个航空行业的发展 在环抱的同时还节省飞行成本 因为这款飞机还没有正式与我们公众见面 所以有人就猜测 它可能在后期调整为一身合一的飞机 由于它将机翼改为了乘客区 所以很容易会产生倾斜 这就会导致乘客舒适度不高 不过现在说什么都还不是定数 我们拭目以待就好 这款飞机模型将在10月份向公众展示 并且还要等30年这款飞机才能投入使用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